哈哈哈哈哈哈 空了 张忍连 出雾漂亮 打发子连转身吧 今天从明层是轮休了 好球 这球呢 其实应该说金晶传是传的可以 那中文正球呢 其实他如果说 刘志轩 张正林 好球 好机会 所以张正林这球 其实打出了他的灵活性 是吧 你现在这个内线 北京那是双塔 但是张正林的跑动的速度 灵活性肯定是比他们要来的更强 对 哇 到篮底 漂亮 张正林 这个球很难 很难 真的 张正林因为这球他起跳的时候 这个角度其实是没有什么角度的 完全在篮板后面 这不光空中单手搂吧 是 他从小篮板球是他的特点 漂亮 打范子明转身吧 看到没有 就是说 他们过外人开 北京队啊 之前那教练组 等于 走了俩教练了 这桥梨欧身边 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 40分 稍微少了点 回来 15加15 大汗 跑扣一个 11分球 好 这就是刚才庄老师所谈到的大汗的这个直线 上了一个暂停回来之后 就是翟小川那个三分 是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于 北京队出现失误了 因为你一旦 辽宁队是利用你失误得分 能力非常非常强的一支强队 对 强的可以 朱炎熙今天这几下延误还可以 但是呢你站住了房 张正林 张正林 也没坚决突出炎熙 其实呢我都说了 但是呢因为现在 我们说这个直线生涯力 要来了 扣了 张正林 有点客气 比较客气 比较客气 这个起跳点偏近 下边小队员在模仿那动作 挂臂 有天定 真是 三分靠打拼 七分天定 而且这七分天定呢 大家你就看看 爸爸妈妈是不是这种运动型 是 这这么没办法 这就是遗传的魅力 人家的爸爸妈妈 这真是羡慕不来 没有空档就比较困难 好了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这个打到北京队跟不住节奏 这较英队人一旦动起来 球一动起来 现在北京队你看有 这个一段轮转的压制作物 刘晏宇是今年CP体测 范子平照得还不错 照得不错 这个球范子平挡拆 开换了以后房内有质量 但回来三分球又重 方硕非常生气 但是呢 第一次交手时呢 两队的差距比较大 这一次的交手呢 两队的差距更加的可控一些 但是说实话 对于北京队来说呢 今天却是暴露出来 他们和上个赛季球队的大